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我要去收那里头的白菜和小青菜去 这里面的小青菜还有白菜 被鼻涕虫吃的有点惨 全是洞洞 长得也还挺大颗的 今天我就来收一部分 这上面都还有鼻涕虫 讨厌死了 把我这个装石灰的罐子拿来 如果看见了鼻涕虫我就把它装到里面 这个是很讨厌的 真的是很讨厌 我们下来给你帮大家看 我们下来看看 如果中间有一个脑子 只会把我们来帮着 把我 spontaneous 放到这里 我刚才会到ane锅里 等你这样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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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我就不用掰那么狠了 因为家里面还有菜没吃完 只把外面稍微老一点的叶子 给它掰掉 已经长大的不掰也不行 不掰的话它长老了口感就会 没有那么好 所以还是得把它掰回去放到冰箱里去 才刚刚掰了两颗 就掰了这么大一把 种这种生菜很有成就感的 掰掉叶子之后过不了几天它又长起来 每次都是收获满满的 又搞了一大筐 这次没掰那么狠 下次的话应该要不了一周就可以重新采摘了 今天的收获 就是这堆叶菜 反正这个白菜 外面咬坏的叶子丢掉的很多 小青菜稍微好一点 生菜还可以 这几天我要赶紧把这个白菜和小青菜给吃掉 要不然我吃的速度 还赶不上虫子吃的速度 看那边咬坏的叶子都放了一堆 好了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